有品实案风暴两年多来 魏英聪低调不语 却还是逃不过混油官司 遭判四年有期徒刑 宣判后让他决定对位说清楚 魏先生在魏群公司的 所有相关记录里面 都有要求品质至上 透过律师召开记者会 人间称不知情反驳法院判决 鼎芯从马来西亚棕旅游商 进口棕旅游转供应魏群 用酒吧配方调和 另外鼎芯订购大桶长机 餐桶叶绿素的混油放水验收 在送交卫权分装贩售 法官认定魏英聪都知情 因此判决有罪 相较去年底的列油案 因为无法举证 由来源有病死猪 回收油或掺为假冒 彰化地院宣判无罪 这回台北地院针对混油案 认为魏英聪在高层会议强调 要以具竞争力低价采购原料油 是莫许员工购入劣质油 降低采购价格 取得竞争的优势 这个是所有企业都会进行的 商业竞争的手法 但是要求降低采购价格 并不必然等于降低品质 审判结果出爐后 魏权紧急召开记者会 表明要向鼎心提告求偿 遭外界解读为集团内切割 但魏英聪事前却不知情 只说会尊重公司决定 眼前最重要的是 要和律师商讨上诉理由 立拼二审逆转 否则魏董恐怕成为借下球 记者刘欧生 温思涵 手法度 MING PAO TORONTO